我们是在小沿江 第九 第五 命运的 做垃圾的 这个打开一下 10月29号准备 白开水先生 在我们古典音乐发烧群当中 去交流 就是音乐这个 文汉记忆天已经写好了 要不我就 这是准备的一些曲目 看了这个计算机上面的 术博音乐啊 我说白开水先生 没讲的名字啊 白开水先生 我们在满山发烧友情里面 就是这次搞一个小会讲座 你选取的一些曲子 具体是怎么样进行交流 我想听你的想法 这个呢就是 就是看了一些大课题 比如说音乐怎么欣赏 一部作品的内涵和这个 一个内涵 他的这种情感怎么表达 这个问题好大 特别大 我们数学者刚开始接触 无所事从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 这个问题还反而是 无法照过去 嗯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呢 这次啊 我就是完全是不自量力的 咱们 我呢 咱们选了一个现代派的 印象派的东西 然后我才说的印象派的东西 就是很值得去深入了解 然后呢 主角 《罗马三部曲》里面挑几个乐章 嗯 这一部 这个乐章里面 它呢主要用哪种形式 来表达它的意思 嗯 然后呢 我讲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再把这一点拿出来 嗯 让它这么表达的 然后这个形式呢 如果其他作品 它用到之后 会是这样的效果啊 嗯 多方论证 嗯 啊 这样来加深印象 总之这个形式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在小原家 我们去小原家吧 交流吧 这小原家的实力 就是它的音响室 哦 音响室 准备的音响室 我们来去做这么一个古典音乐交流 2012年的10月18号的晚上 我们在小原家安徽马来山市 马来山有个发烧群 那就是非常喜欢这个听古典音乐啊 也很喜欢硬件的这么一个发烧群 那个刚才我在里面有个录像说明什么 最近呢 我们就要举办一次微讲座 微讲座的话呢 是由白开水先生 来给大家谈他收藏的珍贵的照片 白开水先生是马来山这个自身的 收藏珍贵的CD的 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所以这两天呢 我们就要通过他的讲解去感受 他所收藏的这些珍贵的音乐的一些 作曲家创造的音乐的片段 他会点面结合 面 那还有知识性 啊 同时大家很获得很多信息 点 就是作曲家的某一个作品的某一点的特点 单独拎出来 他来讲解他自己听上之后的一种的 审美的很细腻的感受 这个活动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赞赏 因为搞这样活动本身的话呢 可以说教学相长 来听的人 他可以获得 白开水先生他是怎么样去感受到 他音乐的细腻的触觉的那种审美感受 丰富我们自己听感 同时白开水先生也因为被这个课 虽然讲起来也可能是十分钟 也可能二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 那么他进行备课 他也把自己的听感的所有的书 东西梳理出来 既要有书本上的一些的知识 同时也有个人的体验 所以他得到一种教学相长 所以这种活动 对大家 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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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